下一個案子是大和小溪騎督工 我們目前有非常多的 請上台 準備得很快,所以不需要算長 大家好,我是主委工作室的燕齒 那也是大和小溪全民騎督工的提案人 那今天呢,就在開始介紹之前 我們會先跟大家說三條河流 好,沒辦法 OK,好 那這三條合成呢,第一條是樹莓坑溪 第二條就是大和小溪 第三條是我們作為一個藝術單位 透過跨域的行動所帶起來的影響跟改變 那在2011年呢,主委工作室跟 藝術家吳瑪麗老師合作 透過樹莓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帶著社區居民去關心他們社區當中的一條小溪 那但是呢,在2015年發生了一件事情 讓我們開始去思考說 除了透過藝術行動 這樣子比較軟性的手法 還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帶動更深入的一個公民參與 這是2015年發生在樹莓坑溪上游的照片 那我們看到這個時候,其實覺得很驚訝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當時在施工的時候呢 下游的水利局不知道 我們進一步去追查 才發現原來是農業局在施工 農業局跟水利局是同層級的單位 但為什麼他們彼此之間的互動 資訊交流這麼少 然後工程資訊也不透明呢 但很可惜的是 樹莓坑溪並不是單一一個案例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在全台灣各地其實都有類似的情況在發生 那這是樹莓坑溪施工完之後的照片 可以看到當我們在進行環境藝術行動 然後跟這個2015年施工完之後 它當中有這麼大的一個落差 那我們就要思考說 欸,既然這個河川溪流的資訊 工程資訊這麼不透明 那我們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呢 那我們希望說就是可以讓這些關心河川的人 他們可以進一步去找一點知道消息 因為我們希望說 就是透過這樣資訊的公開 可以讓這些就是工程的規劃 他多一點被改變的機會 有不同的想像 所以呢透過這次的公民科技的機會 我們就希望 我們來打造一個河川的情報網 那一般人呢 我們在看到就是這裡會有工程的時候 可能都是看到這個工程資訊說明牌 或是有挖土機 我們才知道 欸,這裡有事情要發生了 可是呢我們看到這個牌子 其實也不知道 這裡到底是在做什麼樣的工程 那為什麼要施工 那接下來會做些什麼 那這張呢 是一個工程 他從規劃到施工的一個檢疫的流程圖 那其實在政府呢 就是他們只要在預算規模 十萬元以上 他就會公告在電子採購網上面 可是 不會有人天天上去電子採購網上面看 今天有什麼樣的工程 然後我關注的河流 他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東西他是給廠商看的 不是給一般民眾看的 而且他甚至查不到 他很難去查到歷年的一個標案資訊 那從這邊開始呢 就是我們發現 電子採購網的公告到絕標 他大約會有十到六十天的時間 那我們希望呢 就是可以透過大和小溪 全民旗都公的這個平台 然後去提前公民參與 然後了解這個時間點 那透過這個平台呢 只要你訂閱自己所關注的溪流 就是比如說大家的住家附近 可能都有一條溪流自己想到的 欸不管是什麼石牛溪啊 心電溪淡水河 你就可以到我們的平台上面做訂閱 只要這些溪流 他最近有工程要發包了 那你就會收到郵件的主動通知 那我們怎麼去做到這樣子的 在第二條溪流 就是我們的河川資訊的一個情報網 那我們怎麼去做到這件事情呢 我們去透過 在這八個月裡面 我們去爬全台灣2500條的河川溪流 真的很多 真是爬不完 爬不完想哭 然後1500條的區域排水 然後我們去整理出十種 最常見的勞務標 跟四種最常見的工程標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好奇 我們明明就是針對工程資料 爲什麼會有勞務標呢 其實因為進到工程標的時候 就整體規劃就都已經定型了 那但是呢在勞務標 民眾介入就還有可以改變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也把勞務標 納入到我們平台裡面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資訊情報網 那在這個水系裡面呢 它流動的不是水 而是資訊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資訊網絡呢 就是串聯全台灣不同的河川社群 讓他們的資料可以在這裡 就是被看見 那在這個情報網裡面呢 比如說我們就跟中研院的研究資料寄存所合作 讓河川社群可以把他們手上 關於河川的調查資料上傳到這裡 那我們的平台呢 在整個網絡裡面扮演的角色 就是讓這些資訊可以被視覺化的 然後用比較親民的方式 讓民眾來使用跟越來 那在這個動態的河川情報網當中呢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習慣的方式 然後去新增資料 那這些資料呢都會被累積成資料庫 那這邊呢就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網站的一個示意圖 這些標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全台灣有不同的工程 他在這裡 那在進一步拉近呢 就會看到這些橘色的標點 就是歷年各部會 他們所發布的一些工程 那我們透過工程點位 顯示在地圖上面 左邊就可以看到 就是政府所公告出來的一些工程資訊 那在這裡呢也可以去了解說 在這條河川 有哪些社群正在關注這個議題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去做了解 那簡單來說 就是雖然這個網站有點複雜 但是最簡單的功能就是 大家可以透過 輸入自己喜歡的 或者是關注的西流名稱 那你就可以去進行訂閱 那如果有標案發生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在自己的E-mail裡面 收到這個訊息 好 那E-mail呢 我只剩下一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會快速的 就是讓大家知道 在2006年到2024年 其實政府花了4千多億的一個 預算 那我們希望呢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知道這些錢 被花到哪裡去 那這裡呢 最後我們回到 欸 好 那因為我們本身還是一個藝術單位 對 除了我們透過跟不同的社群去合作 然後讓這些資訊 它可以被更多人 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但是呢 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藝術家 把這些很冰冷的資料 然後呢 轉換成就是 呃 創造一些情感連結 讓這些人 他們可以知道說 欸自己跟水之間其實還是有關聯的 那他可以推動他去進行一些實際的行動 那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的藝術家 不管是國內外的藝術家 其實很多的藝術家 對於環境議題是有興趣的 那我們很希望可以 透過我們的連結跟網絡 然後帶起更多的討論 好 那就是 感謝大家 就是也非常感謝公民 就是這次獎注金給我們的協助 然後還有院景工程的協助 感謝大家